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呢继续啊 来看这个三国战亿的这个三代啊 这个赵鱼 A赵鱼那个不能通关 这里呢看到说话了个期间呢 已经把这个乌兔骨啊 钻的不行不行的 我这里呢是选用的一个A赵鱼 然后呢A赵鱼呢 我是用的一个这个视察套装 攻击力最高套装 走一个这个武神路线 啊这个武神路线 那么呢前面呢这个任务都完成了 这关的任务呢就是打那个乌兔骨也完成了 之后呢这里呢我推荐各位呢 武神路线在完成乌兔骨战互之后呢 这关往上走 这样呢可以打一个调缠 可以打一个梦获 可以打一个铝布啊 杀的怪比较多 这样呢能多挣点钱啊 虽然说这个钱呢后边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那咱们这里呢是把这个啥 把这个封书剪上了 把这个封书剪上了 因为这个 这个封书 我看看为什么要冷语书点封书 我什么脑残呢 我这个两本语书冷了 剪一本封书 让我挖上驴提过吧 好吧这里都无所谓了 咱们这里呢我是打一个非暴戏的连段啊 拿下了这个智梦获 这样呢还会爆一点东西啊 不过其实扔它都一样啊 因为呢到点上呢 你终究是要扔一个道具 来捡这个鼠圈珠的 我这里呢是AB 捡了一个小黄书啊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 是独种的区内下的 后期 白河钻 这样呢打出一个高温的速度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人物 通关简单无脑的一大原因了 就在这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招子很变态 输出很报表 然后之后呢这个位置呢 咱们可以来一个白河亮士啊 我这里呢没死的原因呢 就是我上面那个树呢 可以挡一次致命攻击啊 他这招吕布是秒杀的 然后呢我那50个树呢 利用40个树 挡了吕布的一个致命攻击 这也是呢这个套装的一个好处 拿下吕布之后呢 咱们捡一个这个电珠吧 这个 我好像真把这个 这个最佳接上了 您看到呢 我压根就没打算捡这个电珠 那这样呢 包括我呢上一关扔的红珠 那看来呢这个游戏呢 我是接了一个什么追加了 把这些竹子呢 该撇撇该愣愣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 是赵运31的必杀 我也是试一试啊 没看到这个伤害呢很高 但是呢一次用两个气 我这一下呢就快把铝盟给出死了 然后呢这里很明显 兵兵剑都没撞 是吧 肯定是当时接了一个追加 就是猪子呢就能捡几个 应该是让这个追加 那么好吧 咱们这里呢再把这个操装钻死了 您看到呢 即便我只有这几个猪子 我这个四个猪子 攻击力呢已经这么爆表了 那咱们往后继续捐猜啊 我装备什么都没买 来到了三五五一桶 这关的任务呢就是往上走啊 来建一个这个孙权 那这样呢清掉所有的小别人 孙权走了 又爆了一个矫子 这个电竹 咱们这里呢飞铁器手 跑起白鹤 再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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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四个白鹤呢 做了七八万鸡血 然后呢一个PNA 再收一个这个司机 飞盘再追递 那这样呢这个孙权就被钻死了 你看是吧 这个就是这个人物呢 我极其推荐各位啊 如果你这个版本通不了关 那这个简单无脑的人物呢 将让你享受这个游戏 热菜一般的快乐 然后我这里呢还迷路了 你看是吧 往左走的 我这个游戏呢 当时玩呢 也是第一次玩这个赵羽 一共游戏没玩过几次 所以说呢连住线都找不清啊 都是摸着这个攻略通关的 然后呢咱们这里呢 直接来到这个故意 这个路人小熊环节 把这个关羽呢 这个五五将这些呢都揍一揍啊 然后呢包里这个毒箭呢 我也没用当时 我这里呢 选了一个毒手啊 把这个张飞控一控 A大鹏BA就死了 这玩意儿是伤害是真高啊 然后呢 一个A大鹏撂倒了一堆大牛 之后呢把飞碟丢了啊 弄一个B的飞碟 我这不是闲着吗 好之后呢 捡了一个试镜器 虽然说后边用不上 这里呢一发毒标啊 然后呢一个BA 又把赵羽带走了 之后呢再来 下一个呢是黄东 其实开始杀也能带走 黄东来了 咱们这呢 彻底是一下一个小朋友了 你看是吧 这里呢大风展示拿下 然后呢平A带走忍者 这位置呢一堆的老胖子 咱们呢继续用这个毒气熏一熏 然后呢再来 一个两下一大朋友带走 再把这胖子拿下啊 之后往前冲 技术一个虐菜环节啊 这就是存虐菜了 这个真的是 你上你也行系列了 好咱们这里呢接着摸 OK啊 这里是来了一帮妹子 一个雕蚕跟这个孙筋 咱们呢直接一个必杀啊 把这个雕蚕的秒掉 然后呢两下平A带走孙筋 之后呢 剪爹的道具 这一会就剪爹的下血 这里呢又是一个必杀 直接把两个boss就干死了 你看是吧 这个玩意这个叔叔啊 还是够用 最后呢右边又来两个 我里面跟这个陆迅 又是一个杀 这个玩意这个没死 补一个扎地 然后呢一个巴了 一个小朋友 这里呢用大庞 ba再打庞 再ba扣倒 这位置呢躲了梦游的一个笑 你看是吧 轻松躲过 然后呢咱们这口加血 接着往上 这套装为唯一不好呢 就是这个防御力不够啊 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所有防御力呢 都换成攻击力了啊 这样一个极端的套装啊 非常适合你玩这个低难度 也就是说呢 像我优下者呢 00NN什么都不加的 你就是怕怪不够打呢 你可以把怪的血量减一下啊 但是还是建议各位呢 就想着想着这个游戏 虐猜的快乐就行了啊 当这个难度呢 已经不足以满足你这个 就是虐猜了 你再把这个难度呢 后续往上提一提啊 好咱们这里呢 继续来请这把boss 这位置呢 再用一个必杀 干脚的操胚 随便扒了两下子 干脚小号呢 操仗 好继续往前走 往前冲 一顿平A拿下 这要有祖国亮护水了 咱们可以扔个隐身一啊 因为呢这个司马仪 死亡之后抱个隐身一 咱也解不了是吧 所以说呢 干脆扔个隐身一 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事 这里呢 咱把这祖国亮呢 巴拉巴拉 一个平A大鹏 好 最后呢 时间器丢一个 好 然后这位置呢 是把这个孙犬给他陛下搞一搞 最后呢 再登场的怪是虚数了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啊 铝布 那看来我还是记错了 这样呢 把铝布也干一干 嗯 铝布也干干 来大猫子了 是让我的血量终于拉到地上状态了 咱来这个推盘起手 聊一个铝布 上面的动物书我应该也是减满了 这里呢 扔了个动物书啊 这道具是真不浪费 结果呢 扔了个动物书上面的那本没减上 这不是傻子吗 好 那这样呢 把这个战略打死 还有一批大驴 大驴死亡之后呢 就是这关的四马一级了 这两个大驴超过还挺疼 咱们给个伤家A 伤家A没打着 然后呢 再来一个伤家A 这样呢 一个绿杀带着一个驴 剩一个驴 随便扒拉扒拉 再见 然后这个四马一登场 咱们继续白分量是乱的 咱们来看 这动物书减着了 好吧 看来爆了两种动物书 这里的白鹤七手一 白鹤七手二 白鹤七手三 打完了 三招带走四马一 为什么我说 这个玩意简单无脑 现在这 这个连招就是扒拉就行 然后呢 伤害呢 肉眼可见的变态 好 咱们这里呢 继续啊 来变一变变一变态 这个谁变一变态 这个叫做这个曹操走 好 操操登场 他们呢 直接给操操一个这个飞碟 我现在上了点 底下那个墙不好 而且呢反向飞 挑一个毒气 就这样的白鹤一 白鹤二 白鹤三 白鹤四 拔了一下A 然后继续毒气 白鹤一 白鹤二 白鹤 就这么简单 搞定了 好 那这样呢 搞定了 这个曹操 咱们这里呢 是准备啊 看看下一关 把这个道具买一买啊 我是买了一堆风书啊 然后呢 又买了点这个小道具啊 然后把这个大酒 最后呢 买一个 虽然说我用不上啊 但是咱把钱都花干净了 啊 这个地儿呢 来了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梦扑啊 奇葡科梦扑 咱们的出场呢 先调张语金啊 先弄一个张语金 张语金没签了怪啊 我这位置呢 当时买了一堆绝杖啊 这个我这个奔着七天摸货 我一想着摸货肯定怕绝杖是吧 后来发现呢 干脆没什么佼用啊 这绝杖的实战效果呢 还不如这个 不如这黄石公好用的 这个位置呢 直接被这个谁啊 被对面的这个这个 这个二娃给干了 然后呢 咱再冷个绝杖啊 该说不错 两个绝杖还真能表现货 再冷个绝杖 他没死啊 之后呢 我随便打一个大混战士啊 精准的一个接招 你看是吧 然后呢 咱们这里往前走啊 这个三娃呢 咱们索非冷一边出啊 冷一边出 好 这里呢 风叔直接贴脸啊 因为他是金刚不坏 所以说这个风叔呢 给一笔卷 这样呢 直接就把这个怪给卷残了啊 卷残了之后呢 咱们上去 顺手呢 亲下皮的小兵啊 顺手亲下皮的小兵 然后呢 继续再冷一个绝杖 走 哎呀 我这个位置被他站的火着 还行啊 我这个反应还挺怪啊 防住了一个火 先走开了个绿杀啊 直接堵掉了这个致命一斤 然后呢 再冷个绝杖 冷一个毒一桶追地啊 没有冷上 那这里呢 直接起吧 好 把这怪挖了死了 好 然后这个位置 我发现每三下一加血啊 我就再挑了他一挑 之后呢 调上让用机 应对一个水滑 强湖水有让用机 问题不大 之后呢 准备绝账 啊 轻易中的这个小兵在帽子 谁给我扒了倒了 有点疲惫 之后呢 把这个小兵拿下一下 啊 这位置准备一分一了 啊 因为呢 这个下一个出场 就是水滑了 比较的 本是就以前完了 比较的讨厌 就是说呢 咱们里面是这一分一 啊 然后呢 一顿PA 扒了掉所有的小兵 带这个水滑 最后呢 等 这波来的是抢 咱们里面 一挡机可以清啊 一挡抢 弄打两下 你看是吧 这就是挡机的妙用 啊 但是呢 我因为这个现身了 所以说呢 我又扔了一个这个 加小兵 保卫一下自己的安全 然后呢 一个绝账 再来一个绝 五人呢 好 这里呢 中了致死一击啊 你可以看到 我的输 变成十了 没了 再一个绝账 没死 没死之后呢 准备再绝账 我丢 好吧 这里可能没了啊 因为这个叉子 哎呦 没死啊 没死的话呢 咱们死不死吧 死不死吧 啊 这位置呢 就是等着出招 然后呢 当时啊 我还还没发现 这怪能跟着抢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慢慢等着出招 等着一个出招的破定 他也不破定啊 你看到是吧 这怪真的是设计的有点 阴间啊 啊 这个位置呢 是没打着啊 他没打着我 我一度标 我没打着他 两个人玩的很开心啊 这里呢 时间到了 咱们呢 扔个毒气 各位能往毒气上走 然后呢 这个时间呢 等候没扔啊 扔完刚才我就死了 挑一个对面呢 就是没打着咱们的这个位置 咱们再扔个时间进 之后呢 继续 走位 跑位 躲位 反正呢 就别让他打死咱 好 这里呢 再平A再平A 跟他抢了啊 生气了 他也不出招 你看这吧 他这玩意不出招 他不现身啊 这个玩意 实在是弹疼 没谁了 出招了 终于现身了 你看这吧 这里呢 我为了够与那边现身 我直接呢 利用了骗包机的手段 然后呢 开始跟他抢 这怪真的是 终于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墙很不好 有墙呢 没事了 这墙挺好 赶紧毒气啊 别让他再那啥 别让他再扯了 扯不起了 好 这样呢 把他拿下 咱们的技巧先走 这个位置呢 杀一封小水 回想树 然后呢 我这是带上了一个什么组 这蜂猪啊 好 我这里呢 试试这个蜂猪 能不能打这个杖辽 结果呢 杖辽给我一个电窗 我要死了 后来我想算了 我还愣给你身 预料真事了 还是用这个毒箭吧 这蜂猪能不能打 我不知道 毒猪肯定是能打 这里呢 一个四加A 一个撞A 之后四加A 再来一个平A 之后呢 用这个渡标 压他起身 那渡标弄的还是很准啊 然后呢 继续啊 把这个四照一尸 收完就行了 收完四照一尸之后呢 咱们呢 把这个渡标 再压一压 啊 你看到我这个渡标 弄得准吧 对面呢 刚醒咱们的渡标 直接就命中 然后呢 四加A 打一个撞 两加A 再打一个撞 四加A 好 一无八了 搞定 这样呢 带走了这个张辽 啊 咱们这里呢 继续往前走呢 接下一个boss 好 一路往前走 打掉所有的小兵 加满这个上面的树 然后呢 一个B杀斗B杀 这位置呢 旅步没中 咱们这里呢 换个毒箭 再问B杀斗B杀 实际那时候呢 你才发现 玩的并不好 是吧 那时候呢 打张辽呢 打吕布还得毒箭 后边呢 我有空呢 一定要带各位 来一个这个路线啊 一个赵云啊 更加无脑 更加暴力啊 这样的一个这个 通关的小教学 我这个为什么 这个吕布 这个是几家店呢 这个神吕布 这个店下口好像得多 不过不影响 咱们的毒气给他更中 然后呢 继续收一个4E 然后稍微晚点 冷毒气啊 别打那么极限 这边呢 小B杀躲B杀 他们能掉血 掉一个毒标 还有B杀了 这个玩意儿 挺废弃啊 好 咱B杀结束 弄个毒标 但他死了 这个当时的神吕布呢 还没有小兵啊 这个Boss 只要没有小兵都掰给 我曾经不是说过吗 是吧 Boss没有小兵都掰给 好 咱们再继续往前走 4E还够讲命的 这里是当时 还是这样的一块啊 还是一个乌兔骨带 一个黄盖 我这个杀躲技能发现 没什么比较用 然后呢 直接起了一个B4D 你们这是双MOS 咱们的B4D 正好合用是吧 反正呢 我也买了那么多久 明白病了 这里呢 咱们就钻就行了 钻完之后呢 剩下的气不够了 剩下的气 我应该可以开一个冲火箱 让大家看一下 冲火箱的杀行 扔了个毒气 我这里打白鹤亮智了 还是放弃了 白鹤亮智是最痛的 这个呢 如果第二次玩 赵鱼以后发现 哪招都没有 这白鹤亮智 别招杀没有 相信我啊 推的一招就完事了 别的招全是白鹤 我一招算一招 好 这样呢 凭借白鹤亮智 亮死了这个狂盖 咱们这里呢 接招先走啊 来看这个后边的三个BOSS 这个位置呢 是鸡脱兵了 我也回到了三个BOSS 结果呢 是这五个小菜狗 咱把这五个小菜狗呢 一四给它带走 就完事了 我这里就封出了 把来人家打BOSS用的 结果呢 误打误撞给他们干 那这样呢 一个必杀全料倒 咱们这里呢 开始愣吧 这是确定二十三个BOSS 确定完之后呢 愣一个小黄书 其实这个地方呢 有更好的办法 不过呢 小黄书也算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呢 这个三个BOSS在一起 这个小黄书呢 绝对是够用 是吧 然后呢 这几个BOSS呢 当时的血量还比较低啊 当然了 现在他血量高 就是这个玩意儿 是吧 我这个包里的这个书 根本就是 好 这里呢 是两本小黄书 一本封书 直接呢 带走了这个 攀缝 就是个刀兵 然后呢 再来一个封书 这样呢 人这也去了 剩一个行道绒呢 存是白点 好 那这样呢 咱们拿下 好 来看看这行道绒 这里呢 直接冷血黄书啊 懒得给他没关系 因为这小黄书 都可以往里吸 来了 我因为铁卡怕电啊 他这个血量呢 这个这个树 底下那个树的血量呢 被锁定了 就是出bug 有限时机还在掉血 你看这吧 这里呢 放在一个血压死了 好 那咱们呢 赢来最后一战 最终的boss五成 当时还是个单boss 现在呢 多了一个佐斯 作为帮手 OK 咱们进门 好 来看 最终boss五成 四十来万血 直接呢 动书 然后呢 这个 等上来 上来啊 上来了 上来了 好吧 我这里呢 动书也没找着机会啊 这里直接引起100个两石 还没白出来 咱们这里继续 白个两石开始钻 果然啊 他这个 当时在植物间啊 这个兄弟跟我说的是 没毛病 说这个五神呢 只要是中这个鼠片攻击 他就会呢啥 他就会这个闪神 咱们这里呢 钻钻这个大龟 我呢利用了一个A 把这个大龟打起来 你看到是吧 咱虽然不能钻成人 但是呢 咱可以钻这个动物 好吧 这个动物数时间有点短啊 怎么这么短啊 这里呢继续 在那边等我说 啊 他这 我三爷倒地 抱歉 开始钻啊 三爷倒地钻 我还挺直直 你看是吧 再钻 哎 啊 之后呢 好像就变回来了 那好吧 这里还有二十多暗血啊 这个尹陈一愣完打不死 那我就BCP 啊 滚得扯了 你看是吧 哎 这里呢一脚给我踢死了 我那个数呢 就是 减四十 就证明这下死了 这个数呢 挡一个致死东西 那这里呢 如果各位这个 不熟练是吧 这里呢 先这么大 后期呢 我再给各位呢 更加这个熟练的一个办法 这样呢 我是通过了这一堆能量啊 把这个武权呢 要给他刮死了 最终呢 这么强力的人物 还是走上了刮杀之旅 是吧 可以看到呢 我当时这个赵云啊 还是没这么造纸啊 这个第一次玩啊 还没摸索出这个人物的精髓 百色量之旅 是吧 这里呢 用上了这个 哪吒鬼轮 好吧 那这里开始刮吧 其实也不算太刮杀 这个伤害比起这个 这个叫无双版的赵云 就太可以接受了 我怎么躺下了呢 谁给我第一次了 不所谓啊 不所谓 咱们这里呢 继续啊 调个飞碟 然后呢 私材百科量之 这里呢 AB 再 再飞碟 再AB 土对边的攻击 大风展之 然后呢 这里继续 我发现这个 平衡的伤害高啊 这个平衡的伤害呢 比这个杀高多了啊 比这个杀 就是我这个刮杀 这个绿杀高多了 但是不稳啊 因为他这个怪呢 不一定哪吓 就跑背后去了 赶上你百科量之 对他宝贝后你就凉了 所以说呢 我这凉得下了点啊 要有一个好的视野 上面没有视野 这里几确 三下一大棚 然后这里呢 终于找到 树树对决线 一下一大棚 然后呢 烧完司机 废杰追地 再来 三下一大棚 一下一大棚 一定要打一下一大棚啊 打多了的话 容易就这个 对对面 趁虚而入 最后呢 这也算是找到了 半个正确的做法啊 最终呢 我还是引进一半 和两次啊 我别这么倔竟啊 不要问我为什么 好 他炸实了 然后这里扒了一下吧 也扒了死 扒了一下吧 躺下吧 好 最终呢 把这个武神给他带走了 可以看到是吧 即便呢 我当年啊 这个造纸呢 这么的不高啊 依然呢 是很轻松拿下了 这个武神 那么呢 各位呢 也可以按照这个小方案 这个简单的搞一搞 也就能随意的通关了 那么好吧 伴随着这个 后边的这个通关画面 咱们的这一期啊 这个 算是这个 赵云啊 这个 呃 C路线 不是这个武神路线 无论哪个路线吧 通关的一个小教学啊 算是个先行版吧 后边呢 有一个更加 无脑的一个版本啊 一定给各位研究上 那么好吧 我是本期的解决很合 如果呢 各位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吧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